你们俩这爱情故事怎么办呀 这一次我就特别清楚 我们两个就是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我就去山西演出了 去山西演出以后 然后那个 然后我还露吃 对 他露吃 我就要去找他 然后他又把我拒绝了 我出去以后我就觉得找不到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就问他 我说那会儿也不知道怎么着了 就特别想给他打电话 就可能他在身边就习惯了 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现在 我说我现在找不到道了怎么办呀 然后他就跟我说 我立刻出现 对 对 不是 你在哪儿就对 人家在山西呢 我已经偷偷去山西 但是他不清楚 而且跟他住一个地方 他不知道 其实你知道他演出的地方 对 你打听到了 对 我有朋友的电话 就是他给你打电话求助的时候 你还真的就第一时间出现了 没有 那十分钟 十分钟 那也算快 我跟他说 然后我说我那个找不到道了怎么着吧 然后他在那儿说说 我要是现在能把你接回去 把你带回去 那你就得跟我和好 我就闲着 我说他在家呢 是吧 我在山西 他怎么可能就出现在我面前把我带回去 是吧 我那会儿我就不信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说 行啊 我说你要是能把我接回去 那我就给你和好 然后没想到他就 十分钟出现了 对 后来吧 就是他在山西也是 就一直照顾了我 来 我们都好好了 所以从那次复合之后 就再也没分开了 对 然后我就决定把他带回家了 我没事经常去他们那边 给他们喂喂羊 帮他们干一干活什么的 嗯 就去打动丈母娘是吗 对对对 实际上就这么回事 他就经常去 然后正好他去的那天 我妈生病了 就心脏病发病了 然后我正好不是过去了吗 我看见我找几个 我就抱着他 抱着他 在那个医院里边看去了 然后我吓坏了都 所以这次照顾丈母娘 终于把丈母娘打动了 对 医院住了几天 医院照顾了他好几天 你又照顾 这下彻底同意了 对 我知道小弟今天 其实来我们节目现场 是做了挺长时间准备的 他有一段话想跟你说 是吧 小弟 对 我们给你们小清理一点时间 你有什么想跟娟子说的 对 我现在就想不能表白 可以啊 今天我想借此舞台向你求婚 宝宝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这么爱你 你也觉得自己能信任 说得不得得稳定 是 你 我 你 为